好,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 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是短午節 祝大家短午節快樂 好事好運 接種而來 那今天要開箱的 這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兒 是 淘寶啊,2023年 618年中慶的時候 買的 那這次啊,算是蠻優惠的 它這兩百塊有蠻優惠的 然後呢 我就這樣子買了一些 這個 EDC,那他們是EDC 那這個EDC的話 比較特別 我們之前開的話都是工具嘛 對不對? 我記得我在上一集的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介紹過啊,EDC的幾個元素 當時啊,我有跟大家提到 是刀光火燒 錢電房 就是刀具啊 光就是手電筒 火就是點火的一些設備 打火機啊,打火石等等 掃就是警戒 警戒用的 可能像反光鏡 像哨子 就是你在急難的時候 要告訴別人你在哪裡的 我們通通歸納於哨 仿光鏡也是 那錢的話就是錢子嘛 就是multitool 工具那些的 我們全部都列在 這個multitool 那個錢裡面 電的話是行動電源 房是防身術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叫做玩 玩 對,玩沒有錯 這個我們在EDC裡面的話 其實有玩的這個項目 好啦,事不宜遲 我們就趕快來開箱 來跟各位介紹 EDC裡面玩是什麼 那同樣的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抱歉 很多人說我的影片真的是太冗長了 我盡快能夠把它開箱 而且再來是說 因為我這次買的商品比較多 那我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之後的話 我分別做開箱影片 不要一次全部都把它介紹完 那這個節目有可能要做到一個小時 那這次淘寶的包裝 我不是很滿意 因為他這次的話 因為我們這次的那個200-30的這個活動 200是200人民幣 幣值人民幣 那他可以跨電 所以說這一些的話是用集運過來的 那集運的話 這樣的包裝 我不是很滿意 有點草率 那包含了這裡面的話 有一些是高價的物品 那高價物品的話 這樣子的包裝 真的是稍微草率了一些 好,來我們一個一個把它打開看看 我這次買的 我這次淘寶的活動 我全部都是買EDC的玩 玩的這個項目 全部都是玩的這個項目 那因為其他的項目的話 陸續都已經買了不少了 玩的這個部分稍微比較 比較需要補充一些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話 總共會有四箱 那這四箱的話 我這次拆成兩張單 然後來 來寄送 那當然也都全部都有跨電 滿減 200-30 那我分成兩張單的原因是因為 有限貨的我做一張單 然後沒限貨的 我做另外一張單 我就不需要整個抽單的時候 會被一兩件沒有限貨的商品 delay的交期 好,那我但是 不過我發現 我拆兩張單是多餘的 因為我另外一張沒有限貨的單子 其實它現在也在路上了 或許明天就收到了 好,那我這次的這一個四個商品的話 分別來自四家店 那第一個是來自於玩無樂製 玩無樂製 這一家做那個 我們叫做Fiji Toys Fiji Toys Fiji是這一個字 因為我沒有後製 我也不上字幕了 我就直接用這樣的Fiji Fiji的意思就是 我們招律不安的意思 就是我們交召的時候 例如說 我可能會在招律的時候的話 我會前後多步 然後呢 我可能會一直轉筆 或者是一直在抓身上抓頭 像刻幣抓頭 這些也都是Fiji 就是它交召不安的時候 會做一些 反覆性 而且細微的動作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玩 我們EDC的玩的話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商品 好,那第二家的話 這個的話是來自於EDC House 這是老鐵 我記得應該是老鐵吧 Stay Cool Be Different 是 老鐵,沒錯 老鐵 這是傲嬌的老鐵匠 那這也是 一個在Fiji Toys 解壓玩具的 一個很知名的廠商 叫老鐵,傲嬌老鐵匠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Google一下 這兩個的話 又是另外兩個牌子 其實我們 現在全世界 在玩解壓玩具的 玩家越來越多了 尤其是老美 老美他們相當瘋狂 還有歐洲人 他們買的價錢都相當高 其實大家不要看 我們現在桌上的這一些 這個Fiji Toys 價格都蠻高的 那我之後的話 我就分別做節目 跟各位介紹 我今天先挑一箱來開好了 那我先說起來 我挑這個 我挑玩物樂製這個 玩物樂製這個商品 相當特別 我希望能夠當這次 2023-618淘寶 Fiji Toys 解壓玩具的 開箱第一炮 我們就把它繼續打開 一下子又六分鐘 時間過好快 好多人講說 我的影片太冗長 我盡量改進 那我們趕快打開 玩物樂製他們這一家的 解壓玩具的話 都是推牌 推牌系列的比較多 推牌系列比較多 我們看到包裝 其實 有在看這個Fiji Toys的 這個 觀眾們的話 大家對這個包裝都不熟 都不陌生 他就是有點像是一個 防水盒 這是他們玩物 玩物樂製他們這一家的特色 他們的包裝都是一個防水盒 這一家的產品 非常的優秀 不得了 他在這個世界上 是相當知名的 他們家的推牌 是很有名的 那他們的這個膠帶 也都是用 W-A 玩物 W-A-N W-U 是他們的玩物中文的拼音 漢語拼音 好 那 他們家的這一個 我這次的商品的話 他就叫做 文武雙拳 零青銅材質 他是做就水洗 74克 然後編號是27 我這個編號是27 我本來想要打開才看的 其實我蠻想要他們的天干地支系列 那 我說明一下 我們的那個 這個 嗯 這種Fiji Toys 解壓玩具的話 推牌啊 通常都做限量版 好 那 絕大部分都是限量版 那我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零青銅的那個 推牌的話 他總共有 103個 好 103個 對 那103個的話 他的編號怎麼分呢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仔細說好了 打開看再說 好 然後他還送我了一個 這是一個 能夠清潔的海綿 因為我這次是買青銅版的 那青銅版的話 他很容易會變舊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為什麼我買青銅版 我把盒子啊這些 全部拿到旁邊去 我繼續開 那 27喔 我是希望說號碼能夠大一點 可不可以到天山地支那些 比較有趣 因為他的那個字啊 會寫的比較複雜一些 東莞 東莞市 廣東東莞市 東莞市 長平鎮 好 來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了之後的話 它就是一個防水盒 那防水盒我繼續開 哇 這體積還比我想像中的小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包裝是什麼 它就這樣子一個盒子 那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小推牌 那這個推牌的話 體積蠻小的 是27的編號 那這27的編號的話 它是用傳書的文字來做寫的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蠻沉的 74克 東西小小的 但是蠻沉的 那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箱子裡面有什麼 這防水盒我很常看到 上面上層的話是什麼都沒有 那下層的話 照理講應該是要有一些工具 好 沒錯 它有附工具 第一個 它這個應該是 鐵芙龍的 增加那個順滑度的一個貼片 我以為它會幫我貼好 看來是要自己貼 然後還有它們自己玩物家的一些貼紙 來打看看看 玩物貼紙 然後這是鐵芙龍的膠帶 然後這也是他們家 玩物家的貼紙 不太好拿出來 玩物樂製 就像這樣子 那我把東西先放在旁邊 那我們就來開這個主角 東西我都先放在旁邊 全部一次攤開 然後就把它放回去 很有趣的包裝 很像 Big Boy 大南海的玩具 確實沒有錯 這就是大南海玩具 它說配件在海綿底下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 它說 親愛的EDC玩家您好 由於本店產品均為 素控CNC定製產品 性質特殊 拆封上手把王使用後 會有使用和仰望痕跡 將會影響二次銷售 拆封後 無質量問題 不接受退換 以及7天無理由退貨 拆封弦請審慎考慮 好 那我就把它的包裝打開了 它的體積是真的很小 那我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很小的話 大家沒有比例尺 是沒有辦法知道它有多小 我拿個比例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5塊錢的銅板 相當小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比例的關係 真的是蠻小的一個推牌 好 那27的話 它上面的這一個 呃 字的話 它是做鑽字 做鑽字的 對 蠻好看的啦 這鑽字 那它的編號的話 是這樣子 呃 它從 1號 01 02 03 它們有04 所有有逢4的全部跳過去 所以說 它會有 0 0多少到9 到09 然後 以及到99 90到99 所以說這樣的話 是不是總共有9乘9 81個 然後加上天干 天干有10個天干 然後還有地支 地支有12個地支 所以說你還要再加上22 總共加起來就是103 那天干跟地支會比較有趣啦 我本來是期待說 我會拿到天干地支 因為天干的話 它甲乙丙丁 物己更新人葵的話 它是用 呃 這個 代號的 例如像甲的話 它叫做惡縫 乙的話叫 沾蒙 丙叫柔燥 丁的話叫強於物是著庸 己是突圍 那筆畫比較多 那它寫鑽字起來的話 就會比較好看 那它的 地支的話 有12個對不對 直丑 銀卯 成己 五味 生久 虛亥 然後它就會跟12行孝 結在一起 例如它叫 直屬 丑牛 銀虎 然後 卯兔 成龍 四 四蛇 好對 所以說它的那個文字的話 就會更好看一些 因為它筆畫比較多 那我這次拿到127 那我使用給大家看一下 喔 它本來就有貼鐵符龍的那個防滑貼片 喔 那蠻好的 那我說明一下 它這個TG 這個Fiji Toys解鴨玩具 它的訴求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背後的話 這個是一個 像是盔甲的一個圖案 旁邊還有毛釘 它這代表是琴奏 就是琴巢的甲奏 那琴奏的話 它是上舞 琴奏上舞 它正面的話 它你看到這個地方的話 就像是一個竹简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個竹简的意象 那上面還寫了鑽書 所以說這個 這邊是寫樂字 萬物樂字 滿好的 這是竹简 上面寫鑽書 所以說鑽書 從文 然後呢 琴奏 上舞 所以說這個叫文武雙拳 滿好的 很有意象 那我說明一下 這次我買的是 林青銅的版本 就是說它這個是青銅的 那林青銅的話 它是銅的合金 加了一些成分 那它之後 它當然會變色 那其實我並沒有很喜歡 會變色的Fiji Toys 但是我還是買了 因為它這次的話 走的是那種 就是中國的 古文明風的那種風格 所以說它如果說有適當舊化的話 會跟它這樣的風格的 意象更為貼近 所以說我就把它買了 那它是一個推牌 蠻好的 它這個很順 哇 這個感覺很舒服 它就是一個你在拿在手上把玩的玩具 那你可以左右推 那當然你也可以弄一些那個花式的 又推到這個角落 然後讓它這樣子翻一圈下來 有很多花式的玩法 那是這樣子 那我說明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它背後 它這背後的話 它是一個磁鐵 那這次的話 它的磁鐵是一個加強型的磁鐵 那這次的磁性的話會比較強 它是6N的這個5-4的磁鐵 是這樣子 磁性會比較強 6厘米的M52磁鐵 那我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VGTOYS 因為我們有時候 其實它這個是要給人家 像一些HDH 亞斯伯格 或者是說有躁鬱症 或是注意力比較沒辦法集中的人在使用的 它就是讓你做一些 不斷重複 然後又很細微的動作 然後讓你能夠紓壓 那我們知道 我們的人的專注度 還有我們在工作時候的那種能量 跟活力 有一個叫做醒覺度 那醒覺度的話 就是每個人的醒覺度 最好的狀態不太一樣 有些人他喜歡High一點 有些人的話他喜歡沉靜一點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 反覆又細微的玩具的話 他可以讓我們很快的回到我們最習慣的那個醒覺度 所以說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 很棒的那個這個玩具 所以說我們平常為什麼需要這個VGTOYS的原因就在這邊 那整個感覺滿好的 左手右手都很適合 那外型很好看 那我們在講 一個好的一個VGTOYS 夾玩具的話 他必須要有幾個音質在裡面 第一個是他的外型 他的外型跟意象一定要很好 然後當然再來是說他在手上把玩的那種娛樂性 也要有娛樂性 然後再來是說他的一些展出的聲響 很好 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可以可以可以 我很喜歡這個VGTOYS 蠻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的話 大致上就在這邊 那我接下來的話再開箱其他的 其他影片再來開箱 不要在同一個影片開箱 那再跟大家溫習一下我們今天開箱的商品 那這次是2023年618淘寶的活動買了 買了很多的這個結牙玩具 那結牙玩具的話是在我們EDC 的著作項目裡面的其中一環 屬於玩的這一環 那他在英文裡面的話 我們會給他一個名字叫Fidget 就是在你這個造動不安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一個玩具 那我們這次第一個開箱的物品的話 他叫做品牌是王物樂智EDC 那他的名稱叫做文武雙全 那我們今天這個材質是林青銅的材實 他表面用做舊的處理 那他正面的話是用竹简的意象 那上面再寫著傳書 那背後的話 他是一個秦朝的秦奏 像一個甲奏 鎧甲的那種意象 秦奏他代表是上舞 所以說傳書重文 秦奏上舞 這所謂的文武雙全 那他是一個無限位 無限位的推牌 這種叫無限位推牌 上下左右無限位推牌 那做工相當的好 那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下次見